构成名誉侵权登报道歉赔偿6.45万元 这份就是2013年张兴宇状告网络爆料人 港松萨莎名誉侵权案的一审判决书 将近一年过去了被告人对此始终毫无回应 当年港松萨莎爆料张兴宇曾从事特殊行业 惹得事业刚刚起步的张兴宇急忙声泪俱下诚情绅士 还在媒体的镜头前签署了民事起诉状 把港松萨莎推上了被告席 不管今天开了这个发布会以后 还有没有人会继续这样污蔑我 但是我今天已经把这些原委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赢了官司却难以执行 看来折腾了将近两年的张兴宇 除了博点版面是难再有收获了 新闻再见 曾科报道